还有第二个角度去看就是 未来美国也预期大幅加息 中长线来看现价吸纳汇丰是否吸引 需要留意分拆业务上市的时候 这个消息面最吸引的地方 就是可以令汇控集资到一个新的资金 以至汇控在财务实力方面会是一个更稳健的状况 但也需要留意当它分拆业务的时候 变成了很多的工序上、成本上 其实也会增大了 因为现时经济规模的效益就会比较高 你拆开的时候 你可能每样的成本都要分两份来做 效益上就会有一些影响 变成了这个分拆的消息 短期来说就倾向会有利好的刺激作用 但对于汇控一个中长线发展是否真的有利呢 这个真的要是落实了分拆的时候 再看后续的业绩表现才可以去做一个评估 当然这个分拆除了是一个集资方面的考虑的时候 亦都是另外一个的考虑 就是考虑中美的关系上 一个是好是坏的状况 有些时间就会倾向上紧张一些 变成了分开业务的时候 汇控就会触及到美国的一些底线 会导致制裁的风险大幅地减低 所以从一个政治上的考虑来想 这个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以投资的角度 短期利好消息 我相信有机会可以带动汇控去50元楼上的 但是要一个很大的升幅 譬如要去之前一些高点的位置 可能是icon58甚至60元的位置 暂时来说都需要大肆的气氛配合才可以做得到 我想你遇过一个现价来说 譬如大概是48元附近 那个潜在升幅可能只有8-10% 未必真的非常吸引 所以就只是适宜一个小住部署